对夜市来说,凌晨两三点正是生意好的时候,来逛的并不都是所谓的混混,大多还是附近的情侣,溜出学校的学生,男男女女。 年轻人有太多过剩的经历,在他们看来,大好时光用来睡觉,实在是有些可惜了。 经了夜市后,两人才发现想要从这里找洛文的线索,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,满眼的摊铺和人,上哪里去找? 逛了半个小时之后,白玉堂除了手上多出两大袋展昭买的食物之外,一点收获都没有,肚子也没填饱,要让有洁癖的他边走边吃东西,还不如直接给他一抢。 身边的展昭则正在跟一盒章鱼稍作斗争,吃得津津有味,还不忘提醒白玉堂,通过催眠可以把他的强迫症和洁癖治好。 又走了几步,白玉堂突然站住了,看着旁边的一家小店铺,展昭顺着他的视线望去,立刻明白了他在看什么。 就见那是一家卖毛绒玩具的小店,店里放满了各色的毛绒娃娃,其中有一个款是奇特的毛绒小熊,他们刚才在洛阳的家里看见过,白玉堂似乎是有些犹豫。 有线索啊? 展昭抬脚就想往里走,被白玉堂抓住。 哎,猫儿,会不会是别人买给他的? 这个小熊看来也不是多高档啊,其他更好的玩具都被他放在地上,只有那只熊在他床上,小孩子一般都会把最重要的玩具放在床上,他们抱着睡的,都是最喜欢的人给的。 进了小店,有一个年轻的小妹跑了出来,上下打量了一下展昭和白玉堂,问他们想买什么。 展昭没回答,而是静止走过去,拿下了那个小熊。 这个和杨阳以前的那个一样,总算是找到了。 多少钱,帮我包一下,我要送给小朋友的。 好的。 用这样的袋子包可以吗?小朋友多大啊? 七八岁,小男孩。 展昭看了看袋子,那是一种玻璃纸,上面印着花花绿绿的卡通图案。 旁边还有一打,图案各有不同,展昭有些为难的问白玉堂。 原先那个是用什么纸包的来着? 嗯,不记得了。 以前也买过吗? 以前一个朋友买过,不过已经不在了。 这个是买给他儿子的,原本那个弄丢了。 那个,你们说的杨阳是不是叫洛阳啊? 小妹想了想,还是问了出来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,脸上同时显出惊讶之色来。 你认识啊? 嗯。 该不会,原先那个也是在你店里买的吧? 嗯,文哥给他儿子买的。 小妹点点头,似乎有些难过。 抽出一张黄色小鸭图案的玻璃纸包上。 是这张。 你认识洛文? 你俩是警察吧。 两人同时愣住,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 那小妹笑着说,洛文教过他,该怎么分辨警察。 她说,和你说话时会一直观察你神色的, 要么是想追你,要么就是警察。 白玉堂咳嗽了一声,忍笑转脸看外面。 展昭则脸上泛红。 他一个大心理学家,竟然被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妹看穿, 太没面子了。 见两人都有些尴尬,小妹把包好的小熊递给展昭。 我叫小夕,和文哥很熟,你们在查他? 他已经死了,我们在查,是谁杀了他。 你们问吧,只要能给他报仇,我什么都告诉你们。 你和他是朋友? 嗯,文哥很心疼儿子,总是来买些小玩意儿, 他和这里的人不一样。 怎么个不一样法? 反正就是,一眼看见,就觉得不一样。 就跟你们似的,一看就知道,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。 你知不知道洛阳的妈妈是谁? 杨阳并不是文哥亲生的,是文哥俭的, 然后,就被他养得这么大。 展昭和白玉堂了然地对视了一眼,果然。 关于洛文的死,你知道多少? 嗯,具体我真的不清楚,不过,文哥死前来过我这里,他给过我一样东西。 说要是遇到了值得信任的好警察,就把东西给他们。 不过,要他们答应一个条件。 展昭和白玉堂吃惊不小,今天这顿宵夜吃得实在是太赚了,赶紧问。 答应什么? 领养洋洋,好好培养他长大。 话一出口,展昭和白玉堂都愣了,又彼此忘了一眼,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 小夕不等两人开口,就接着说。 文哥把那个东西给我是说,他有可能活不久了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洋洋。 这盘里的东西是一个大秘密,也能保住洋洋的命。 我答应你。 莫儿。 哎呀,这不是开玩笑的。 有什么关系,反正我没有房子也有钱,养一个小孩子又不费劲,他都那么大了,又不用为难。 他是个孩子,不是小猫小狗,要负责任。 你刚才说什么? 我说他都那么大了,又不用为难。 不是,前面那句。 养一个小孩子,也不费劲啊。 再前面那句。 我们有房子也有钱。 我们? 嗯,洛洋是个聪明的孩子,而且有一定的心理疾病需要治疗。 我们没空的时候,还可以放爸妈那里,他们本来就都喜欢小孩。 好,我们养他。 白玉堂伸手掏出证件给小夕。 小夕接过白玉堂的证件看了看,把证件还给他,走过去关上了店外的卷闸门,转身带两人进了里间。 前后的小房间显然就是小夕的卧房,里面陈设也很简单,只有一张床,一台电脑和几个柜子。 小夕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来。 这就是文革给我的东西,里面还有洛洋的领养文件,他已经都准备好了。 白玉堂接过盒子,打开一看,就像里面是一份拆好的文件,还有一个小U盘。 你看过吗? 我不敢看,不过现在我很想看。 为什么? 展昭不解,他发现这个女生的心理活动很有意思。 我之前不敢看,因为怕知道是谁害了文哥,但是又没有能力帮他报仇。 现在知道有人能为他报仇了,所以我想看看害他的人究竟是谁。 听了小夕的话,两人相视一笑,这个女生真是不简单。 打开了他的电脑,白玉堂插上了U盘,就像里面只有一段视频。 点开视频,出现的是一段夜晚的画面,看着像是一条昏暗的小巷。 视频没有声音,过了一会儿,就像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人,年纪很轻,穿着夸张,像是个混混。 就像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镜头中间的位置,突然停住了,像是看见了什么。 随后,他开口说话了。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 正说着,那小混混脸上突然出现了惊恐的声色,向后退了一步,随后,一阵,额上中了一枪,仰面倒地。 展昭和白玉堂睁大了眼睛,这种手法,黑夜惩罚者。 随后,画面中走进了另外一个人,他手中握枪,走到了小混混的尸体旁边,低头看着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睁大了眼睛看着。 这个人,他们认识。 那人踢了小混混的尸体脊脚,随后仰起脸哈哈大笑。 虽然听不到声音,但那扭曲变形的脸,还是可以看出他笑得多么开心。 白玉堂和展昭看着画面中的人,只觉得后背发冷。 若不是相貌身材一模一样,他们几乎认不住那个人了。 但是,这张脸,两人绝对不会认错。 蓝成林? 出了门,抱着小夕送给两人的小熊。 展昭和白玉堂往警局走。 白玉堂打电话给包整,说是十万火急,让他快来警局。 冲回警局,两人没有回SCI,而是直接闯进了包整的办公室。 刚从宿舍里赶来的包整,见两人一个抱着熊,一个提着一袋食物,哭笑不得。 学会去了呀。 养着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脸随即通红。 包整关上办公室的门。 什么事十万火急,请婚假呀。 白玉堂跑得渴了,刚倒了杯水喝,冷不防一口水喷了出来,腔得直渴。 包整见两人都快成主活虾了,被打扰美梦的怒火才稍稍消了些。 怎么了,说吧。 白玉堂伸手把U盘递给了他。 包整接过来,有些狐疑地打开电脑,插上U盘,点开视频一看。 皱洗眉,叹了口气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包整看完后,没有多惊讶的神色。 莫非,他早就知道。 沉默了一会儿,包整揉揉眉。 我只以为他和这次的案件有关系,没想到还有另外一层在里面。 包整,你不让我们插手,莫不是要和国际刑警联手,从蓝成林身上下手查案子。 包整点点头,微微一笑,抬手对两人做了个他们最感冒的动作。 四日一早,白玉堂和展昭是在沙发上被公孙咬醒的。 两人坐起来时眼睛都睁不开了,一脸的迷惑。 公孙看着两人哭笑不得。 白玉堂晃晃头,动了动酸痛的脖梗,转脸看展昭,就见他还是呆呆地坐在那里,显然是没醒。 白玉堂立刻来了精神,伸手捏捏展昭的鼻子,展昭依旧呆呆地没反应。 公孙看得有趣,也伸手戳戳展昭的腮帮子。 展昭眨眼,还是迷惑。 真有趣,不做猫,改熊猫了? 他怎么会这样? 还没想呢。 起床戏风很多种,有暴躁型的,也有温顺型的。 如果说公孙是暴躁型起床器的典型,那么展昭就是温顺型起床器的代表。 只要他没睡够,被强行拉起来之后,就会有一段时间变得很呆。 然后,不管你怎么欺负他,他都迷迷糊糊地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。 白玉堂就是看准了这一点,才每天早上都起那么早。 不过这段时间只会持续一会儿,要是等他彻底清醒过来,还在欺负他,那就要准备好被挠了。 不过今天白玉堂自己也没醒,所以就捏捏柔柔地忘了时间。 展昭的眼睛渐渐亮起来,发现白玉堂正在掐他的腮帮子,就缓缓转过脸。 哼,猫儿,醒了? 白玉堂笑问,却见展昭微微一笑,毫无征兆地嗷一口,咬住了他的手指。 白玉堂赶紧抽回手指,边揉边喊。 哎呀,猫儿,你有狂犬病没有啊,疼死了。 公孙健大事不妙,一溜烟跑没影了。 展昭摔摔脑袋,打了个哈欠,转脸瞪了一眼,在一边揉手指的白玉堂,嘀咕了一句。 四老鼠,活该,叫你偷袭我。 说完,站起来溜溜答答,去洗手间刷牙洗脸。 白玉堂无奈,追了上去。 白池下了车,抱着一堆早点,性冲中往警局冲过来。 因为SCI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值班,早上多带点早点,总是有人吃的。 所以白池就养成了每天早上多买几份早餐的习惯。 反正SCI的人不吃,还可以分给其他部门的同事嘛。 自从白池加入之后,SCI在警局的亲和力加强了不少。 以往,警局的其他部门都对SCI的人敬而远之。 一方面,因为这群人都是所谓的精英,和其他人有些距离。 另一方面,SCI从队长到组员都属于话少类型的,一个个都显得有些酷。 神秘是神秘,厉害也确实厉害,就是太不合群了些。 但小白池不一样,他经常各个部门跑着去找资料,有时还会帮人买个东西,带些吃的,一点脾气都没有,还有些迟钝。 渐渐的,其他部门的人见到SCI的人也都会闲聊几句,一旦聊开之后也就不觉得难相处了。 毕竟都是同龄人,又都是同行。 为此,包拯还专门表扬过白池,说他是白家百年才出现的一个奇迹,肯定白家祖宗显灵,祖坟冒清烟了。 跑到警区门口,就先有一个小孩子正站在偌大的警区大门前。 他抬头望着高高的楼顶,又低头看看手上的一张名片,显得有些犹豫。 小朋友,你找人啊。 白池捧着早餐走上两步,也许是他看起来实在太没威胁感了,那小孩并没有什么防备的表现,只是点了点头。 给他看了看手上的那张名片。 白池低头一看,见是展昭的名片,又打量了一下那个孩子,见是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小男孩,有些瘦,但看起来很健康,属于运动型,皮肤是古铜色的。 再细看五官,发现这小孩长得很好看,不是可爱,而是这个岁数孩子少有的好看,只是脸上的表情却是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成熟。 哦,你找展博士啊,我和他一个办公室哦,我带你去好不好啊。 白池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和蔼可亲一些,还递了一份小笼包过去,问小孩吃早饭呗。 白池面前的小孩正是跑来找展昭的洛阳,他看着眼前这个大眼睛麻麻脸的小个子哥哥,忍不住问。 你……也是警察? 是啊。 哦,那个,我吃过早饭了,你成年了吗? 白池就觉半空有一盆冷水兜头到来,心瞬间拔两。 洛阳剑眼前这个人一副受到了严重打击的样子,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,赶紧伸手拍拍他。 啊,你看起来,也不是那么小的。 真的? 白池停止画圈圈,扬起脸来看他。 洛阳正想伸手摸摸他的头,看他眼睛里水汪汪,身后一条尾巴不停摆。 请说,警察还真是什么品种的都有啊。 哦,对了,你找展博士是吗? 走,跟我来。 白池伸手想去拉洛阳的手,洛阳却突然一震,双眼直愣愣看着前方,像是看见了什么,随后转身就跑。 哎,小朋友,小朋友! 白池跑上几步,但洛阳一转眼已经没了踪影。 白池有些摸不着头脑,转身想往回走,冷波房被一个正快步往前冲的人撞了一下。 白池的一个猎切,手上的东西都掉到了地上。 揉揉自己的肩膀,白池弯腰捡东西,心里纳闷,这一大早的都怎么了? 又想了想,刚才撞他那个,他好像见过,是鸡黑组的副队长,叫什么来着,好像姓鱼。 抱着早餐走出了电梯,迎面就看见从洗手间里出来的展招。 白池刚喊了他一声,就向展招一个箭步冲上来。 徐氏,歪小笼包。 谁,还有豆浆。 哥,刚才楼下有个小朋友好像要找你。 真的,他是不是很黑,人呢? 哦,我说要带他上来,他突然自己就跑了。 哎,哥,你去哪儿? 白池话还没说完,展招就把早点绑回一栽,冲了出去。 除了拿早点的讲评看着展招飞快地奔走,不解。 诶,这怎么了?展招是在做早餐运动啊? 给你。 白池把一堆吃的往蒋平手里一栽,转身快步追展招去了。 哎,我吃不了那么多。 这时,白玉堂也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。 怎么了?不知道啊,展招是跑了,让我小白池也跑了。 话没说完,蒋平就见白玉堂也冲进了楼梯间。 沉默良酒,拿起一个包子,啃了一口。 这让头儿也跑了。 展招冲出警局,四周看了看。 略一想,就朝对面的巷子跑去。 追到楼下的白池,眼看着展招跑过街,进了巷子,赶忙也追了过去。 展招走进巷子,边听边往前走。 崴小处地面上一张卷起的卡片吸引了他的注意。 走过去捡起来,正是他的名片。 这时,不远处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,像是在骂人。 展招赶紧冲了过去,往前跑了两步,猛地看见一个男人正将一个小孩子按到地上。 那个被按住的正是洛阳。 就像他手上和嘴角都是血,那个男人的胳膊上血肉模糊,应该是被咬的。 洛阳是个异常凶悍的孩子,要制服他可不容易。 显然那个男人吃了亏,只是展招看见他似乎是被激怒了,正一手按住洛阳。 一手抽出了一把匕首,举起御刺。 再把枪已经来不及了,展招大喊一声。 你干什么? 那人显然是一惊,动作一致。 瞅准时机,展招冲上去一把撞开了他。 等那人摔开,展招才看清,被他撞开的是鸡黑组的警察,副队长于庆岩。 于庆岩看见展招先是一愣,但随后立刻从枪套里拔出了枪。 展招下意识地护住身后的洛阳。 眼看着于庆岩抬枪瞄准,鞋子里猛地闯出一个人来。 一把将他撞开,手枪硬声落地。 是白驰。 白驰撞开了于庆岩后,自己也摔到了一边。 于庆岩翻身刚想站起来,展招呼见身后的洛阳猛地冲了出去。 他手上抓着半块砖头,抬手狠狠地就砸了于庆岩的头一下。 于庆岩惨叫一声,顿时半边脸上都是血,但洛阳立刻又对着他的膝盖用力踹了一脚。 于庆岩又是一声疼叫,跪到了地上。 洛阳捡起砖头,又狠狠拍了他的头一下,只把于庆岩一个将近一米八的大男人拍倒在地。 随后,洛阳跨上一步,伸手紧紧掐住了于庆岩的脖子。 于庆岩受了伤,无力反抗,而且他怎么也想不到,一个孩子竟然会这么狠,这么有力气。 洛阳死死地掐着于庆岩的脖子,眼睛睁得大大的,脸上一点其他的表情都没有。 不管身下人怎么挣扎,他就是不松手。 眼看于庆岩已经开始翻白眼了,一旁的展昭和白驰都看呆了。 这样的行为远超出了一个七岁孩子的能力,就像是只年幼的凶兽。 展昭敢肯定,白玉堂小时候,就算最生气时,也没有这么凶狠过。 两人一时都忘了该怎么反应,却听身边传来了一个略带悠闲的声音。 难怪陈杰说这小子是个人物了,真够狠的。 展昭这才清醒过来,一转脸,就见白玉堂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了,正站在一边看着。 你还看? 展昭瞪他一眼,看了看地上的两人,再不分开他们,于庆岩的命就真的要交代了。 白玉堂悲悲一笑,走上前,伸手揪住洛阳的衣领,一把将他提了起来。 洛阳眼神不善,回头狠狠看白玉堂,就见白玉堂瞪了他一眼。 不知为什么,洛阳竟渐渐地安静了下来。 被白玉堂放到地上后,洛阳看看身边躺着的脸色发紫,呼呼直喘,外加满头是血的于庆岩。 轻轻低下头,搭了着肩膀,像是有些丧气,也有些后悔。 展昭看得出来,洛阳已经有了轻微的暴力倾向。 但是更确切地说,洛阳的暴力倾向是遗传的,戴在骨子里的,并不是后天形成的。 如果真是心智有损,行动时不会这么冷静有条理。 他现在表现出来的颓丧,是因为洛文给他灌输了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,那也是一直以来控制他的有效手段。 只是,一旦生命受到威胁,他还是会爆发那种潜能,危险地像一线凶器。 白玉堂看着眼前垂头丧气的洛阳,笑了笑,蹲下拍拍他脑袋。 呵,干得不错,你不仅救了你自己,还救了两个光辉用脑子的没用警察。 展昭和白驰眼皮一跳,对视了一眼,默契地想一起蹲到墙角去画圈圈,太伤自尊了。 洛阳有些迟疑地抬起头来,看着白玉堂,眼中有几分疑惑。 要徒手干掉一个比你大那么多位的家伙可不是简单的事,不狠一点是办不到的。 下次拿砖头拍人的时候,记得打前面,这样一下子就能让他没法反抗,打后脑和太阳穴容易把人打死,打脸的话,既拍不死人又疼。 洛阳想了想,点点头,展昭真想拿那块砖头拍白玉堂一下,他都叫小孩子些什么,可一边的白石却摸着下巴若有所思。 哦,原来如此啊。 还有啊,要制服一个人,并不一定要弄死他,锁喉是最没效率的方法,你可以打他的脸,卸他的四肢,不解气,还可以连续打他的胃部,但是不能弄死他。 说到这里,白玉堂停顿了一下,盯着洛阳的眼睛,一字一句道。 记住,会愤怒并没有错,发泄愤怒也没有错,错的是你没有很好的控制你自己,你控制愤怒,你赢,愤怒控制你,你输,明白了。 洛阳睁大了眼睛盯着白玉堂,随其用力地点头。 嗯。 白玉堂和展昭领着小洛阳,压着满头是血的于庆岩回警局,一下子就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 闻讯赶来的蓝承林脸色不善,看了看狼狈不堪的于庆岩,转脸冷笑着问白玉堂。 白队长,下手也太狠了吧。 别误会,不是我打的。 蓝承林一脸狐疑,又看了看展昭和白池, 视线落到了展昭身边的洛阳身上,明显的一愣。 洛阳抬头注视着蓝承林,眼神不善,像有仇似的。 展昭轻轻拍了拍他肩膀。 队长,那小孩是疯子。 于庆岩双手背靠,正托不得,望向蓝承林的眼神里满是求助。 白玉堂和展昭不语,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不远处,包拯和欧阳春正快步走来。 包拯看了看两方人,冷声问。 怎么回事? 包…… 蓝承林想开口,被包拯瞪了一眼,又把话吞了回去。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,没有开口。 包拯问满头是血的于庆岩。 你说。 我看见这个小孩子有些古怪,就想上去问一声。 哎,没想到他是个疯子,拿砖头就拍人。 后来白队长他们到了,以为我要伤害这孩子,就把我靠起来了。 包拯听得一皱眉,转脸问展昭。 是这么回事吗? 展昭摇摇头,拍拍洛阳。 你说吧,是怎么回事? 众人都看向洛阳,洛阳抬头看看包拯。 原本冷峻的脸上突然显出些害怕来,切生生躲到展昭身后,揪住展昭的衣角,指着于庆岩说。 他要杀我,因为我见过他去叶总会找小姐。 在场不少看热闹的警察,听了洛阳的话,都窃窃私语起来。 这击黑组的警察居然去找小姐,于庆岩气得脸都绿了。 你胡说八道,我什么时候去过? 洛阳显得更加害怕了几分,躲到展昭身后。 我爸妈死得早,我在叶总会断盘子。 我看见他和那里的小姐进了房间,出来的时候还给钱。 四周传来了抽携之声,于庆岩有口难辨,对洛阳大喊。 你别羞口喷人,你吼什么,吓唬小孩子。 他以后还会不会来杀我,我爸,他刚才拿枪指着我们,还开枪了。 你胡说什么,我根本没开枪。 那你确实拔枪了? 展昭没等他说完就问了一句。 于庆岩一迟疑,再想开口,众人就都已经明白了,更是不屑了几分。 这样就要杀人灭口,还连警察一起杀,好像有些说不过去吧。 还是说,你有别的把柄在这孩子手里。 展昭看看于庆岩身后的蓝承林,于庆岩没办法,也回头看蓝承林。 就见蓝承林脸色有些发白,一旁的欧阳春笑了笑道。 也许是个误会吧,大概是于队长在见线人的时候被误会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,转脸看包拯,就见他脸上似乎是有些为难。 你想放过他们? 因为这两个人是你们接下去查案子铺下的线,其实你们早就掌握了这两个人的犯罪事实,只是想顺藤摸瓜是吧? 白玉堂看着欧阳春,欧阳春睁大的眼睛。 而同时,身边的蓝承林和于庆岩也是一脸的惊骇。 包拯叹了口气,他就知道白玉堂不会这么罢休。 本来要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是可以,但现在惹到他头上了,以白玉堂的性子绝对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,和他老子一模一样。 包拯无奈,转脸对蓝承林道。 唉,你俩先停职,这次的案件转交SCF负责。 蓝承林还没来得及说话,白玉堂就对包拯说。 蓝承林和于庆岩涉嫌谋杀,证据确凿。 其两人还有可能涉及此次黑帮连环杀人案,以及谋杀卧底警员洛文并销毁证据。 情节严重,申请拒捕扣押。 包拯点点头,由警员上前把蓝承林和于庆岩铐铐了起来,押走。 白玉堂和展昭转身想走,就听欧阳春冷冷地对包拯道。 我觉得我没办法和这样不会顾全大局的警察合作。 我也觉得我没法和这样会顾全大局的警察合作。 见两人剑拔弩张,展昭微微一笑, 把还一脸震愣的洛阳拉到身前,对欧阳春道。 这是洛文的儿子,麻烦你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, 什么是警察的正义,重要的是破案还是人命。 欧阳春一愣,有些语色。 洛阳良久才反应过来,回头问展昭。 我爸爸是警察? 展昭点点头,摸了摸他的脑袋道。 放心,你爸爸是个连坐卧底都要冒险养大你的不顾全大局的警察。 不是那种看着人家犯法也要为了破案顾全大局的警察。 说完,展昭拉着洛阳走了, 白玉堂对着脸色铁星的欧阳春一笑。 你知道SCI在几楼吧,想上来就自变。 还有,待会儿找全警员的人开个座谈会, 好好向你们国际刑警学习一下,什么叫顾全大局。 说完,白玉堂拍了拍身边一脸不高兴的白池上楼去了。 进了电梯,白池还一脸的不满,嘀嘀咕咕。 怎么可以这样? 鸡黑组的警察竟然去夜总会找小姐? 白玉堂和展昭哭笑不得,这孩子太老实了。 展昭拍拍洛阳的脑袋。 骗人是不对的。 我知道。 楼下看热闹的人散去,包拯看着一脸狼狈的欧阳春。 也不算破坏计划,这两人是该抓起来了。 我最怕的就是和姓白的打交道。 你和姓展的打一段时间交道,就会觉得姓白的很好相处了。 我最怕的打交道。 我最怕的跟姓传的人散去, 我不会有心意的杀照。 我可以把这些关系统筹创与中心。